专务节了,要在门窗挂昌仆、艾叶 艾叶好辨认,但是你分得清昌仆、黄昌仆、石昌仆和香仆吗? 这就是昌仆,现在是归为昌仆科、昌仆鼠多年生草本 昌仆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股辛香味 因为泉珠含有辛香芈类、丁香芬类和昌仆酮类等灰化性物质 所以昌仆又被称为臭草 昌仆常生于池塘琥珀岸边的潜水区 昌仆叶片是这样的扁平状,叶中脉凸起 就像一把宝剑插在水里,所以又叫剑昌仆 昌仆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李时珍说,昌仆来仆类至昌圣者,故约昌仆 旅逝春秋里有个成语叫湛仆劝色 就是看到昌仆发芽了,就要做好农耕的准备了 仆类的经验很多是仆腐与地面繁殖生长 它的叶片能够编织成蒲垫、蒲围等家具用品的一类植物 昌仆也是园林水体造景,使用比较多的植物 而且种植昌仆的水体都比较干净 因为它有非常好的吸服和净化水体的作用 从唐宋起便开始流行种植昌仆 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饲养 当然古时的昌仆也包括植树比较矮小一些的石昌仆 也就是金钱谱,昌仆的根茎非常的发达,节节生根,无性反射能力很强 昌仆的花絮是这样的肉碎状,花絮梗是扁平的 成熟的果絮是这样的 昌仆同比它矮小一些的金钱谱,就是石昌谱 还有香谱壳的果实像香肠一样的香谱 还有鸳尾壳的很多果实长成这样的树果的黄昌仆都特别的类似 主要区别是昌仆的龙烈的辛香气味 昌仆也是重要的药用植物 因为还有多种芳香挥发物质,远远就能闻到 这些物质能够驱除蚊虫 古时缺少有效驱蚊杀菌技术 加上昌仆宝剑一样的形状 转物世界,百虫百变自身 在缺少抗生素的古代,经常就伴随瘟疫的蔓延 如临大敌 近代风土质里就有以爱为虎形 以后更加昌仆或做人形或需要剑状 名为普剑,以驱邪雀鬼 就是爱业像个小老虎头 昌仆相马宝剑 所以昌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防疫驱邪的灵草 专物节,百姓喝昌仆酒 带装有昌仆的香囊 这种习俗一直严肃到现在 当然现在是变成了一种家庭欺负的仪式 甚至在2003年那个夏天我回老家 2003年夏天发生了什么大家应该知道 我父亲却在门前载证了很多的史昌仆 让我哭笑不得 昌仆的拉丁文署名 Acarus是源自于希腊语 是眼睛的意思 因为他们认为昌仆的根部对眼睛的要用作用 昌仆全草在种草药上都有应用 关注我等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